大家好,今天给大家用我们的就是套件组装好的雕刻机来雕刻一个标准的461木牌,也就是4公分乘6公分的木牌 我们这次那个文件呢,是设置的走刀是做的就是那个F值是600 我们现在设置的是600,咱们可以看一下它是走刀的速度多快以及最确定的成像效果 我们后面呢会再重新就是调一个文件,而走刀速度设置的卖件 然后咱们看一下咱们机器长期工作的表现如何 咱们先看这个,这个是走刀设置是那个F值是设置的600 然后待会开始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手刀速度设置到F值600其实已经非常,其实已经挺快的了 我们就能够好够了,然后再放进去的变化 出发的 可以或是做用用的 用玻璃时操作 把手放到冷水 装到平面 只要把清水 再一切 好了大家看一下这是刚刚雕刻完的 就是仅仅是把毛刺听出来了 精度很高 这块木头因为上面有些 有些抗细纹可能是看得不大好 但是这个雕出来的效果特别好 你们大家仔细看一下 它是一个椭圆的那么一个形状上面 然后附带着一个小上面画的一个小珠 还有一块是不是藤钱 这是一块标准的四六一木牌 就是四公分乘六公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F值设置到了600的时候 设置到了600 然后它的运行时间是一小时15分钟 也就是一个小时左右 大家可以吓销 就是F值设置到600 确实已经挺快的了 就是一块四六木牌 也就是一个钟头就烤完了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这样F值设置的更高一些 比如说800 比如说1000什么的 就是这个样子 在这里附带说一下 咱们机器的走刀的速度 也就是F值 并不是说机器设置的 是在大家做图的时候 就是说就是做这个浮雕 就是代码的时候 在里面就是在那个刀路的里面 就可以设置 设置从走到是 就是F值是多少 到底是600 或者是800 或者是300 都可以 这个就是 就是F值设置的600 是跑了一个钟头 我四六一木牌 标准的四六一木牌 跑了一个钟头 后面我们会 重新刻一块 比四六一木牌 大一些的一块木头 然后是走刀速度是设置在150 然后那个呢 就是后面那个呢 就是为了测试一下 咱们机器长时间工作的稳定性 就是这个颜色 这个呢 是就是实际测试一下 咱们就是雕刻的这个 四六一木牌 就是用了多少时间 也就是一个钟头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机庸度很高了 就是我们这个相机不是很好 刚刻出来 上面都没有毛刺 大家可以看一下特别光滑 你这地方特别光滑 这些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上面这些树的这些东西 这是木头的问题 并不是刻的 你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猪的这个身的 因为它走到是要来回走的 大家可以 都没有任何道路的痕迹 大家可以看一下 特别紧 特别好 就是在F值设置到600的时候 都是刻出来 都是效果非常好的 在这里再给大家讲解一下 如果看视频的 大家可能会问 我们为什么就在雕刻的时候 没有用咱们 就是机器附带的这种 这种螺丝的这种 这种压帽 因为咱们 因为我们这次 这次选的这个木头 尺寸是刚刚够的 就是旁边没有多出来 没有多出来那个尺寸 没有多出来 因为咱们这个压帽需要压到木头上 所以它会占到一定的空间 但是咱们这个木头是正好的 没有那个余量 所以说咱们如果现在用这个压的话 中间的这块面 就咱们这个刀就不够 它来回刻的了 所以我们就没有这个压帽 而是用的双面胶加木纹纸 双面胶加木纹纸 直接就是粘在这个木头的底下 然后直接粘在这个台面上了 其实这样的用的双面胶和木纹纸 其实也是比较方便的 我们个人也是 就是我们也是推荐大家用 双面胶和木纹纸 不用这个压帽 因为用压帽的话 如果就是是新手的话 一个操作不慎 就会把这个刀具 然后直接撞到咱们压帽上 那样不好 这样就是给大家推荐一下 最好是用木纹纸跟双面胶 木纹纸和双面胶 一般的5G店都有卖 大家可以去买一些 也不贵 也就两块钱的事 好 一分钟 可以 臉 词 词 鍊油 室游 verdi 木材 莫巴 大綿 拿起 炸起 稍微加热 匀 垂垂 沥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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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到薄荷水 放入水中 下水中 好 上水中 下水中 放入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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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这就是今天我们用我们的基因 就是组装好的机器 用我们组装好的机器 进行了试雕 试雕了一幅怎么说呢 就是暂且称为是双鱼抱幅吧 然后这是新兴出炉的 这是刚课完的 刚课完这些毛策都没充呢 我现在充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刚课完的 我们今天这是 刚刚这是多了个实验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刚刻出来的 基本上怎么说呢 基本上就是机器精度很高 直接刻出来 都不用打磨 看着的效果都特别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直接刻出来的 看见看见迹象如意这四个字了吗 特别特别小 我现在用卡尺给大家量一下 看见了 这是E字 然后我不动 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多少 看见没 只有两毫米多一点 看见没 只有两毫米多一点 就是这个字 就是这个E字 就是这些字 这些字都特别小 只有两毫米多一点 那么这块板子是多大呢 这块浮雕是多大呢 大家给大家量一下 看见没 看见没 差不多就是七毫米 不是不是 就是七公分 给大家看一下 看没 就是七公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七公分 高度也差不多 七公分左右 然后刚刻完 然后咱们用 就是咱们普通的 就是这种毛刷 金属的也好 塑料的也好 如果家里没有 就直接用咱们 用下来的那些 就是压刷就小 如果附近有五金店呢 最好是找五金店 去买这种金属的 因为金属的耐磨一些 我现在就是直接就是先打扫一下啊 用咱们机器做出来的浮雕呢 都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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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打磨 直接就是用刷子刷一刷 就直接可以上蜡了 就直接可以打蜡了 给大家看个近景 吉祥如意 看见吉祥如意这四个字了吗 再看这个发字 咱们现在就用咖齿量一下 这个发字 这个发字的笔画是多粗 咱们给大家量一下 看见了没 这是发字下面的 那个 那一瓶 那一瓶 我这夹着它 拿出来一看啊 我没动啊 给大家看一下 念一下 靠尺是多少 看见没 也就是05.5毫米 05.5毫米啊 也就是05.5毫米 咱们雕刻机 刻出来的精度很高 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做浮雕 咱们就是做461木牌 做做的461木牌 直接都不用 基本上不用打磨 刻出来就是 然后机缘上就是 把现在就是这些 这些粉尘啊 这些刻出来的这粉尘 都打扫打扫具 直接可以上蜡 就是这样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们今天 这是用我们组装好的雕刻机 大家可以看一下 用我们组装好的雕刻机 用我们组装好的雕刻机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们运行多长时间了 给大家打开 看见没 运行了5小时55分钟 因为我们就是选择它走道速度设置的有点偏慢 所以基本上就是时间偏长一点 是5小时55分钟 基本上就是6小时 咱们在就是以后平日刻401木牌 就是正常的401木牌 基本上也就是3个小时左右 基本上就3个小时左右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给大家看这个时间 就是说明什么呢 就说明咱们这个机器 就是长时间运作 也不会出问题 就是这一点 咱们这个机器长时间运作 不管是咱们后面的变压器 还是后面的电路板 还有咱们的这些布禁电机 以及主轴 都能够救得住长时间的工作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们今天试雕的一个 就叫做它双鱼捧芙吧 因为具体名字我们也不知道 特别漂亮 其实这个图案特别漂亮 就是选的这个木材 可能是选的这个木材 这个色 这个色不大那个什么 不大不大亮 也有可能是上了蜡以后 就看着够好看了 我们后期会将上蜡的以后的 这个木牌 然后拍个照 也挂到我们网页上 大家可以到时候看一下 我们现在录这个视频 就是想给大家证明一下 这个机器 刻出来的浮雕 精度特别高 基本上都不用打磨 直接就可以上蜡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了 今天试雕就到这里了 谢谢 谢谢 約4,5-6,4-5,7-7,9-7,9-10,10 好 四个温暴 acidic 三个温暴 四个温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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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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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